主席在场的同仁们大家好 14年的等待 原住民族健康法草案 终于在今天删除立法了 在109年的时候 我和台湾原住民医学学会的医师还有伙伴们 一起讨论了原住民族健康议题 还有政策的困境 而后我们以原医会的理想提出了 我的原建法的版本 我的提案整整在立法院躺了三年 为的是等待行政院版本的原建法 送到立法院能够并案来审查 终于在今年的5月1号 原建法终于可以逐条审查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认同 没有固定的预算 没有专责的组织的行政院版的 原建法经过几次的协商 为了要让原住民族的健康政策能够更有保障 同时也让原建法能够在这个会期能够顺利的三读通过 因此我提了三项的附带决议 要求卫福部未来推动原住民健康政策的时候能够确实的落实 我坚持卫福部一定要指定专责单位来推动政策 我坚持国家卫生研究院应该设立原住民族健康研究中心 我坚持为了弱势政策执行成效 卫福部一定要有奖励的措施来引导地方政府来共同推动 我坚持原住民族健康的政策所编列的预算一定要公开透明 我更坚持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一定要纳入原建法的主管机关 可是到最后原民会还是不愿意承担主管机关的责任 原住民族健康法的政策启动之后呢 有关原民会还有卫福部所执行的更向政策 我会更严格的监督 特别是原民会还有我们跟原住民相关的文化安全的事项 谢谢